因为手握白色菊花 背对着镇报部队的一张照片 2011年在网络走红的竞选门阿姨黄秀兰 上个月25号在澳洲与世长辞 享年78岁 在母亲的葬礼上 女儿就像暑假之那样 罗列妈妈这些年的疯狂事迹 赞叹母亲的勇气和刚毅 一起去听听有关阿妮婆婆 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灵堂布置简约优雅 灵鹫旁摆放着阿妮婆婆 黄秀兰的手绘遗照 这幅画作出自她小女儿之手 画中的她笑容满面 看上去既慈祥又和蔼 大批阿妮婆婆的亲朋好友 从今天上午11点开始 陆续抵达吉隆坡险都圣若瑟 天主教堂 前来参加悼念仪式 年过七旬的阿妮婆婆 西夏育有四名孩子 幼女佩特拉在接受本台 访问时指出 阿妮婆婆是一位 非常热爱冒险的母亲 但她在几年前不幸脑中风 导致身体右侧瘫痪 因而落下了不少后遗症 她的症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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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她回復了 当然后患后 你永远不完全回復了 所以她的肩脖子有点 她的肩脖子 她每天都会有些记忆失 她会忘记了某些东西 所以短的记忆失 长期的记忆还在 艺术期安妮婆婆 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夜晚 佩特拉表示 所有人都感到错愕无比 至今难以接受 她说在前一天 妈妈因身体突然抽搐 而紧急送院 新医生准断后 或准回家休养 本以为没什么大碍 但几个小时后 母亲就这样 下手远环 离开了人世 在2011年的竞选盟集会上 安妮婆婆因一张 手拿白色菊花 背对郡报部队的照片 在网络上爆红 继而被冠上 竞选盟阿姨的称号 但这张照片 背后隐藏的故事 并不是人人都知道 佩特拉透露 当时正在与母亲通电话的她 心急得犹如热果上的蚂蚁 一直想方设法 劝她离开现场 但妈妈坚持要做 自己认为对的事 甚至被关进拘留所里 也能一笑止之 让她无奈感叹 这就是安妮婆婆的作风 即便嘴里满口怨言 但女儿显然为母亲感到骄傲 此外 人民公正党顾问兼首相夫人 纳都斯里旺阿兹沙 以及竞选盟主席 莫哈莫费沙 也在今早献身灵堂 向逝者家属 置于深切慰问 感叹竞选盟阿姨的离去 是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安妮婆婆这一生不畏强权 坚持未民发声 在众人的眼中她或许是一位民主斗士 不过在家人眼里她更是一位生命斗士 尽管曾经确诊重疾 但安妮婆婆从来不向命运低头 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这就是安妮婆婆黄秀兰的人生态度 如今安妮婆婆已经卸下在世上的重担安息主怀 这次礼拜将在今天和明天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在这里举行 民众可以前来一同缅怀安妮婆婆生前的点点滴滴 殡葬仪式则将在二十号下午一点举行 马西市电视卓斯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